小药最讨厌的枪竟然是这把 姐姐 所有枪械中你最最讨厌哪把呢 当然是MK47了 长得丑就算了 枪声还不好听 最重要的 它还不是全自动 就算我两手空空 都不可能剪这把枪的 你可以要说话算话哦 今天的任务呢 是只有你最讨厌的枪械次决 我 我最讨厌的枪才不是MK47呢 我最讨厌M4 还有信号枪 那不行呢 小可爱们可是都看着呢 OK 你再给我们拍COS视频呢 太久看 小可爱们还想看了COS哪些角色啊 小猩猩点到十万个 挨个安排 只是这首要任务 得找把能防身的枪啊 这个能及小兄弟身上 貌似就有你最讨厌的枪呢 别打 放着让我来 诶 刚才不是有人说就算两手空空都不可能剪吗 那 那人肯定不是我啊 有枪不要 那不是傻子啊 话说小改们 最讨厌那把枪枪啊 跟我一样的举个小爪爪 是罗子是马 拉着去溜溜 小心 走 出去试试这把枪的威力 别急呢 枪不行 我可不得极其三级套扛中呢 你这叫人不行 鬼度不平 这么狗的小药 你一定没见过 钢枪是不可能钢枪的 没有三级套 阿姆K47又不能全自动 也就只能趴在集装箱上狗狗翻 姐姐 这可不是你战神要的风格呢 我也想钢枪啊 可是阿姆K47 算了 安静的当个伏地魔吧 噓 他们不动了 机会来了 养兵千日 用兵逆时 也不忘我狗了这么久 小心 走 把他们一锅端了 开开心心 舔帮帮 哇塞 M4 还有信号枪 海岛冰茶 这是个什么东东啊 有没有小凯知道 这是干嘛的 清热解暑泡茶的吗 不知道小凯们 一般喜欢喝什么饮料呀 AD盖 还是娃哈哈的 哇 等等 又是信号枪 要用的时候 满地猪都找不到 不要的时候 一个接一个 我们不能用 也不能留给敌人 不知道 这信号枪打到人身上 会不会有伤害呀 有没有记住好的小凯 知道啊 节赛圈 我兄弟不是网红口上撞吗 不好 刚才被我击倒的那两个疯牙救人了 已经失去了最佳进攻时机 这里就体现了烟雾弹第一个重要作用 疯烟救人 挡住敌人的火力枪线 会小视听 此时可以看到 我俩进圈的必经之路是一片草地 直接进圈的话 肯定会被我刚才击倒的那一队人抽吧 九颗烟 这里就体现了 烟雾弹第二个重要作用 封烟进圈 你小子做火力 要不是这烟雾弹 我俩估计得被打成了筛子 不知道小可爱们一般都带几颗烟呢 我们还不在圈内 继续封烟 姐姐 我们被偷寻了 别慌 这里有个套烟小技巧 在自己没有掩体 而且不知道对方在乱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跳 寻找别人准确位置 反正也救不了 那小心就年为其难牺牲一下吧 只剩最后一个了 继续使用讨厌技巧 看到了 耶 胜利 挑战最讨厌的枪械之机 任务完成 小药最近也会更新一些实战教学视频 喜欢看挑战的小可爱扣一 喜欢看教学的扣二 会尼姆 好 我们下期刀